白银达奔 出去没有半里地 被一颗炮弹炸死 后来找着这小子尸首的时候 都炸碎了 叫人辨认 说是他就是白银达奔 看他这个耳环子上面有他的名字 就是他 可申不论 领着两千骑兵从西边突围 尽管死伤了人很多 这家伙还行 捡了一条狗命 身边只剩下二十余人 直奔通了 有人报告张作霖 说申不乐 突围跑了 张作霖一听就急了 跑了 没那么便宜 必须得给我老哥哥报仇 追 张作霖双脚一扁 蹬蒙古马 长叫的一张 像疯了一样 他就追起去了 唐二虎张之飞在后边就喊 师长 刘山 用不着你去 我们就可以了 张作霖连头也不回 爬的马 是边追边射击 枪声响触 蒙飞 是无不应声落 他 张作霖那管够多直 多少年功夫没扔去 一边打一边上子弹 这只手射击 那只手腾出来 就可以压子弹 唰啦一缩子 唰啦一缩子 他的卫兵在后面上来 冰西春刘小春 左右紧紧的保护了 时间不大 把申不乐给追上了 那什么原因呢 因为四外都是二十七师的人 申不乐就得转着圈跑 跑不了直向 结果兜了个圈子 正好遇上张作霖 这申不乐 把手一抬 啪 啪 对着张作霖脑的 和天心就三抬 这二个坏子 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的 就见张作霖身子弯后一扬 一摘位胡同 从马上摔下去 唐二胡在后一边追 一边看着 啊 完了 完了 师长完了 说时吃那时快 申不乐三枪 打完里很张 就离摔下去了 这心跟开了两扇门子 张小鸽子 你也有今天 谁能想到你死在我 申不乐的枪下 可又一想 我回去光这么白货 谁也不信 我得把他人头 我得烧着 他把双枪并的单手 刷拉马 刀拽出来了 一学马 是直奔张作霖 一看张作霖 腿弯着 侧身在地上躺着 不知道哪打中 他想看看 还没等他 看明白怎么回事呢 就见张作霖在地上 使了个鲤鱼大瓶 喷 站起来的 手中的盒子炮 一蓬开火 四十粒子弹没遭见 全给申不乐削身上 那还活什么劲 打成筛子了 申不乐连坑都没坑 仰面栽倒死于非命 这这张之飞 冰喜春 刘小春 趴二虎都到了进去了 甩一蹬下马 是啊 你哪受伤了 哈哈哈哈 哪都没受伤 皮大衣给穿了个眼儿 肉没碰着 你刚才是糊弄 傻小子 对 舍不得孩子 套不得狼啊 我不故意从马上摔下来 怎么能把他骗在眼前 又怎么能把他消灭 高 实在是高 哎呀 人们是心服口服啊 那张作霖手下这些铁哥们儿 为什么尊他为领导 为什么那么听他的话 那张作霖要闻又闻 要无忧 要狗屁不是 是个大草包 谁能听他的 这个难摆弄 那个难摆弄 什么也没有人最难摆弄 要乖乖的都听这个人的 甭问 这人必有特殊的手段 你看张作霖个儿不够 一身都是心眼 一身都是消息 有超人的本领 哎呀 大伙是个高兴 张作霖重新上马 这一下子把申不乐 和白银大奔打死了 比起那些蒙飞是不战自愧 死的死伤的伤 投降的投降 逃走的逃走 哗啦一下就散了 第二天 散了白城 张作霖的部队就来到白城 散了白城 喊话吧 我们是二十七师的 外部的敌人全被我们消灭了 快开个城吧 有人禀报二十八师师长 风铃格 风铃格还不相信呢 有人扶着他上了城 拿着单筒望远镜 这一照 一看军旗翻号 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城门开放 应接二十七师进白城 张作霖可没骑马呀 拎着马鞭子走到最前面 丁喜春刘小春左右保护着 他要急于见到风铃格 刚一进城门洞 风铃格被人掺着 揭出来了 那时候怎么还掺着 饿得腿都软了 等见到面之后 风铃格一看是张作霖 兄弟 好兄弟 想不到咱哥们还能接着 兄弟 放声大哭 张作霖以为是谁呢 他不是风铃格呀 后来一看他这个亲热劲 又是 为什么 模样都变了 这八个月困 里屋粮草外物救兵 难得他怎么坚持来着 大兵压境 硬是没把白城都夺过去 这足以证明 风铃格那是一员大将 那大将 不管能杀 还得擅守 你看 风铃格就能擅守 张作霖 从心往外 那么赞成他 哎呀 张作霖过去 把风铃格抱到怀里 大哥 你还活着 活着 还活着呢 哥哥你可吃尽了苦头了 城里还有多少弟兄 不到两千人了 有一千多人 饿的都起不来了 还能有一半 但是坚持着 行 您是真行 了不起 我服了 回头 告总军需处 马上往白城的里 运粮食 快 张作霖手下那东西 太丰富了 另外张作霖 又下了一道命令 杀猪 宰羊 勒狗 你 啰唆 走 当然 医官告诉了 他们肚子里可没底 吃饭的时候 千万注意 这么好吃的东西 他们要吃多了 非撑死不可 所以呢 张作霖 劫劝众人 先吃半饱 东西再有的是 别下撑死 好容易盼来了 今天 那就犯不上了 还得劝他们 少吃 那么冯林哥洗了澡 换上衣裳 重新在白城 扎好了指挥部 连大耳寒王 全都到了 人们纷纷过来 见过冯林哥 尤其是 吉金存 砍超新 书中代言 吉金存 也在王爷府放回来了 他也参加了 这次战斗 他们俩人 跟冯林哥 是磕头的把兄弟 后来呢 又投靠了张作霖 总觉得见着冯林哥 内心有点发愧 比旁人呢 还是亲热 两个人往冯林哥 脚前一跪 大哥 大哥 看来你是做了好事了 不然的话 咱弟兄绝见不着 哎呀 先弟呀 起来吧 起来吧 莫非咱在梦中相见 哪是梦 这是真的 我冯林哥都想过 有朝一日 我要再能活着 我要好好地活下去 对我的救命恩公 就当驴变马 我也心甘情愿 但是 现在是现在 将来是将来 到了后文书 有一段两行争斗 冯林哥和张作霖 又反目成仇 为什么 到后来 咱们再详细交代 现在说演示 冯林哥说的是 啥子内心的话 劈泪横流啊 在九夕宴前 张作霖再三安慰他 大哥呀 别看您打了败仗 我服了您了 你怎么守来的 既无良台 又无救兵 我就那边 你能坚持八个多月 真是了不起呀 哎 兄弟你不捧我了 我什么不是 原来接到陆军部的命令 让我上吉林剿匪 我对他们就没瞧得起 我认为都是乌合之众 都是土匪呗 正规军一来了 他们做鸟兽散 结果我想错了 这帮家伙真难对付 不仅英勇善战 而且足智多谋 特别是他们的战术 真叫我脑袋疼 忽而集中 忽而分散 忽而铺天盖壁 而来 爪眼之间 跑个无影无踪 我就像带着 蒙眼扑骂这似的 左扑扑不着 右扑扑不着 后来 我占领了白城市 我认为这回收服实地了 没说的 拿着的一夜之间 人家就把我困在里头 一直困到现在 我都懵了 但是 我在城里 遇上个好朋友 我跟你介绍介绍 来来来 把作画找来 时间不长 来个人 中等身材 高颧骨缩塞 气色不正 什么原因 没吃的 他气色能好得了吗 经介绍 此人叫邹作华 方林格说 这是我的谋士 是我手下的高餐 全职作华 他给我出谋划策 人家对公杀战手 比我内行得多的多 人家年轻的时候 就到东阳留学 在小日本子那儿 学了不少的先进战术 都是他给我帮的忙 特别是作林 你不要小看他 他是炮兵出身 对炮特殊有研究 现在的战争 就是大炮的时代 没有炮 什么也玩不转 将来作华 大有作为 这一下碰到张作林 心坎上 张作林 派杨雨亭 流到四平 专门成立个学校 叫炮兵学校 要快速的培养炮兵人才 现在看来 三军制中炮兵为主 如今见着个邹作华 又是炮兵专科的 如获至宝 那是另眼看待 以后 邹作华 跟着张作林 在张作林手下 任炮兵团的团长 炮兵司令 一直生的上将 据史料上记载 在那个年代 有人称邹作华是炮兵之父 带上这么一柄桂冠 那么到了后文书 邹作华 被逼做了郭松林的参谋长 但是邹作华 不忘张作林的恩情 在两军阵前 命令套兵 把那大炮的头 全卸掉了 炎火线 那帽 拧掉了 炮也响 但没有杀伤力 这下可帮着张作林的忙了 不然的话 张作林把奉天都得丢了 这也是后话 咱展现不提 张作林起身让座 达尔汉王频频敬酒 给二十八师 重新进行装备 现在脸巴脸巴 搜集搜集 封林阁手下还能有三千来人 实质上 就等于几个团的力量 根本不配做个师 那怎么办呢 展示下 只好这么对付了 跟张作林是冰河一处 咱们简短解说 他们回师赶奔 通辽又解了通辽之为 救出吴俊生 吴的舌头 这回回来 兵不虚认 没放几枪 蒙匪就跑了 因为他们知道 张作林是势不可大 吴湖上将 几乎都死光了 兵无斗志 跑的跑 想的想 很顺利的 捡了通辽之为 吴大舌头 乐的 拎着个大舌头 真高兴 我谢谢张事长 张事长对我 他太好了 感谢弟兄们 对我的关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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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嘴里跟 塞棉花似的 也不知说些什么 铁类糖流啊 乐的之空 那么自然又是一番祝贺 活的人高兴 死的人怎么办呢 死的人需要超渡和祭奠 由张作林发起 就在太平春 超渡亡灵 特别是海光远 单提令的超渡 修了个大坟 立了一桶碑 头衔还搭个牌楼 由袁金凯亲自执笔 还写了一副对联 上联写 金风阵阵 吹不醒 仙人大梦 夏联沛 泪水滔滔 洗不回 至爱亲朋 这是哀到海光远 大尔汉王也要闲紧财 大笔一辉也写了一副对联 上联写 立马横腔杯壮士 夏联沛 太平穿上枯海功 据说呀 这个杯在前些年还存在 可能是十年浩劫的时候被毁坏了 也许呢 在这以前就不存在了 这呢 仅是一种传说 海光远 的确死在太平川 的确有这个人 那怎么操作咱不必戏说 总而言之 大仗能不死人吗 现在两处围都解了 了了张作霖的心愿了 张作霖忽然想起件事了 当初发过誓 解了白城和同僚之围 立刻举行婚礼 要娶那卢玉春 卢夫人 现在袁京凯 孙烈臣给他提醒啊 咱得高兴高兴啊 别管集中精力打仗啊 在这生活方面 咱得调剂调剂 对应当举行婚礼了 大家热闹热闹 正碰到张作霖心耳上 张作霖点头 就在通辽城里 老马家大院 也叫马家大户 把这房子包起来了 在院里举行婚礼 在后院入洞房 你想能不热闹吗 张作霖结婚 大伙发自内心的 向张作霖祝贺 孙烈臣 袁京凯 汤二胡 张之飞 达尔汉王 冯林可 等党给众人吧 纷纷的献上后礼啊 没有汤二胡那么干的 回到五十三旅 还开了个大会 告诉当兵的 咱们师长要结婚 多多少少表点心意 每人都得捐献 其实张作霖要知道 绝不答应 当兵的也乐意 就这么样也捐了不少的钱 才演出了杀神大货